佛法中对苦的分析 帮助我们了解苦形成的原因 离苦灭苦是学佛的目的 然而在离苦灭苦之前 最重要的还是要先知苦 佛法对于种种苦的分析 可以帮助我们了解苦形成的原因 进一步观察自己的信念 然后训练自己远离痛苦 智慧和福报同时 因为我们的佛头 福祖 慧祖 三到二生集结 慢慢慢慢一直利益众生 一直手头手脑来利益无量的众生 不但手头手脑利益无量的众生 还有深入进葬 还有他的智慧 所以要有剥落 要有福报 福报族 智慧族 他相貌庄严 使我们能够身心自在 真正的可以灭苦 真正的离苦 身为一个修行佛法的人 如果想要离苦 灭苦 也相当的不容易 一定要透过不间断的修行 才能够跨越 层层身心的障碍 从而超越所有的苦难 十方新闻规文 许建一 台中采访报道 是什么 都不想要 是不是 这一点